尊敬的 最统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祈祥阿弥陀佛 今天再接这个 共修的音缘 再一次来给大家喜讲 三十细念的大义 如果 讲到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也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音缘 在这个地方 我们聚会一处 给我给大家来学习 我们今天 来修净土 修净土法门 最终极的目标 是为了 了生死 出三界 求生净土 这个是我们 修净土法门的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佛陀 释迦牟尼佛 在世啊 常常提醒我们 这个国土 吹弱 吹弱啊 人命无常 那无常啊 那无常啊 他的最后啊 都是苦的 不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人避免不了 有生老病死之苦 有八苦交间 连三界啊 都已是如此啊 所谓的三界犹如火宅啊 也避免不了的 这个道理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 最终极的目标 只有一个 就是要求生净土的 你要建立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呢 我们看到现代啊 念佛的人很普遍 有些 念佛的人多 但是 他们 出发心 而来念佛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有人念佛是为了什么 为了来享受 我到西方极的世界干什么 想说 因为西方极的世界的福报太大了 动这个念佛来念佛 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 心不清净吗 经上啊佛虽然为我们说明啊 往生到西方极的世界 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待遇 都是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没有 获得生老病死之苦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来念佛求生西方极的世界的目标 就是一个到西方极的世界去学本领的 学能力 到西方极的世界我们要去培训的 阿弥陀佛来培训我们什么呢 要我们去成佛啊 那以后成佛你有使命 什么使命呢 就是要度众生啊 不是去享受的 所以很多人误解这个道理 就算我们今天念佛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用这个念佛来修行 就算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他真的念佛 他真的有这个福报 但是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西方极的世界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学校里面 我们到那边去读书 读书毕业了 那毕业好了是做什么呢 要工作啊 你毕业好了 你不能待在西方极的世界的 你要去出去工作 所以在西方极的世界成佛之后 你的家不是在西方极的世界了 你的家在哪里 在十方诸佛国土啊 看到哪一个地方有缘 你就在这个地方度化众生 哪一个众生跟你有缘 你就帮助众生离苦得了 所以西方极的世界 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方便 一个好处 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们修学 将来成就了 那你家不是在西方极的世界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从到西方极的世界啊 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享福啊 福报 我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报 但是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这一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人说啊 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的 所想的就是在西方极的世界享福 不是的 去学习 你这样念佛呢 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如果用一种享受享福的念头啊 是不能往生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们很伟大 你们很了不起 将来你们的使命 不简单 不仅仅是这个说佛国土耶 是十方世界 你的对象都是这些众生啊 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了 阿弥陀佛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阿弥陀佛 所以你们真的太了不起 你要指下这个承当 我将来是要成佛的 不是去享福的 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 像这样的精神念佛 我相信 一万当中 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肯念佛 肯硕持 你们不是普通人 真的耶 那不是一般人啊 如果不是大上根大福德大因缘 你会念佛吗 你肯相信吗 你肯发愿吗 是不可能的 五量塑经讲得很清楚的 过去你修的福报太大了 供养诸佛如来 你才会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欢喜 肯念 肯发愿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好 所以回到家里 你想一想 我将来要成佛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眼前 无论在善缘恶缘 那个是鸡毛小事啊 明白吗 不要去计较 你业计较呢 增加你的烦恼了 啊 啊 虚远啊 这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的 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呢 一到一些逆境的时候 厄缘的时候 虽然我们会有烦恼 但是这个烦恼很快啊 就转过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 真念真修的好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相信 你能够做得到 哈哈哈哈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就算狂风大浪 你能够尽得起考验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成佛的 这些境界都是来考验我 来磨练我的心格 让我这个心 让我的业障 赶快消除 业障消了 思维就整了 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这个道理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中风果实的内容开始 大家请合掌 嗯 嗯 明初却 亲称家号压群音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你们大家很了不起 都看书 都背起来 是不是 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 中风果是要为我们说明一桩事情 哪一桩事情呢 就是念佛法门的感应道教 是不可思议的 是讲这桩事情 那什么叫做感应呢 这个道理很深 在这个地方 是要给大家简单来说明 我们今天 静中之妙 妙在哪里呢 完全是靠什么呢 我们念佛法门 它的之妙 妙在哪里 完全靠在什么地方呢 靠哪里 完全靠行啊 行持的行 就是说你肯念 你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 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肯发愿 这个叫行持 如果你今天真行 那你今天所念的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它就起感应了 它就起感应了 特别是现代的人 如果他没有感应 他不相信 对不对 你看很多人到这个寺庙 带着这什么心态 我来拜佛 希望佛能够加持 如果他在这个 供养三宝的时候 获得这种三宝的加持 供养 感应的话呢 他对这个三宝非常的信心 如果他在供养三宝的时候 他没有获得这种的感应 你看 他对三宝会恭敬吗 不会 你看我 过去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 她最崇拜的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 她为什么会喜欢观世音菩萨 因为她很多次 都获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无论人怎么劝导 她从来不怀疑的 我们也是一样 那今天我来问大家 什么叫做感应呢 什么叫做感应 从我们眼前日常生活 这种事情来看 我们每天要够生活嘛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的烦恋轻了 你的智慧涨了 无论 在顺境 在逆境 在善缘 在恶缘 你那个身心 都非常的安康 非常的健康 而且 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 在一切处 一切时 你那个心 非常的自在快乐 自在的安乐 这个就是感应 当你有这种的心态的时候 你遇到这些恶缘 善缘 顺境 逆境的时候 你会应付得 什么 非常的体贴 应付得非常的自然 而且显出来的 处事 待人 觉悟 都是非常的圆满 这个就是感应 你看我们现在 一到逆境的时候 一到恶缘的时候 一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 一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学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你要应付这样的事情 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能够自然吗 你能够很自在的 快乐幸福吗 有时候当这个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应付不了 起烦恼 甚至会起了称慧心 起了一个基督的心 来面对这个事情的 现在的人很多 你看有一些人 遇到事情的时候 越应付 越来越糟糕 本来小事 越搞越大 本来是没事 越搞越乱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念这句名号 没有获得弥陀的加持 那怎么感应呢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 身心的安康 身心的安乐 起码 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的家庭 是美满的 你的事业是顺利的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感应 念佛的人 如果两只个都得不到 鸡毛小事能够得不到 那大事就不用讲了 什么大事呢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大事 什么大事 成佛大事 成佛就能够解决了 何况这些事情 所以你真正学佛 你真正念佛 确实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应 第一个感应是什么呢 你的烦恼真的是轻了 你的智慧慢慢地增长 这个是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在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之物 我们所得到的 真正念佛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他一生不求长寿 但是你看到现在九十多岁了 还在表法 他不求长寿 你看 而且算命相生跟他讲 他的算命好像到五十多岁 四十几岁嘛 你看到四十几岁的那一天 你看生了一个大病 关门起来 一生一意念佛 求生西方 隔天没事 你看到现在长寿 这个就是念佛的感应 很多人生病 很多人生病 而且也严重的 病就好了 这是念佛的感应 你看那个了凡四季 了凡四季求公民 求福贵 求儿女 他从来都不求长寿的 他的算命 算命先生 孔先生给他算命 到几岁 五十三岁 活到几岁呢 七十四啊 延长几年 二十一年 他不求 在这个世上很多 求长寿的人很多 不求长寿的人也很多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功德而所成就的吗 这个是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如果更深一层来看呢 他根本把这个我已经忘了 你这个我也都不存在了 哪来有苦乐的这个道理呢 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了解 念佛的感应真的不可适宜的 但是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中风果施啊 头一句就告诉我们 清凉月息 有水皆寒 功德月而无山不带 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如果今天啊 用修学这个角度来看 来讲呢 假如我们今天 真正的发心来念佛 我就重复一遍 真正发心来念佛 用你的真诚心来念佛 用你那个恭敬心来念佛 对阿弥陀佛 没有丝毫的怀疑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从来没有丝毫的怀疑 对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一切法 从来没有怀疑 你这样的心态来念佛 结果是怎么样 自自然然啊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会有这种的感应啊 而且这感应不仅仅是跟阿弥陀佛 有感应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能够产生的感应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古人讲得好 自成 下面是什么 感通嘛 成哲林嘛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真的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看上个星期 我跟大家讲那个故事 这个是我亲自而所感受到的 你看在梦中里面看到一片 这些妖魔鬼怪 很凶的 要来抓你 要来伤害你 当这个老和尚 跟我说的时候 赶快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 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整片这些妖魔鬼怪 变成一片的光明 这个是我们千眼所看到的 你想一想 这个是在眼睛所看得到的 那看不到呢 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 前几天有人问 师父 那位老菩萨 跟你介绍的这个老和尚是谁 我不能讲 在梦中里面不能讲 我问这位老菩萨的时候 老菩萨跟我说 这个老和尚的名字是这个 他的法号 然后我问他 这个法号 这个老和尚是谁 你回去你就知道了 他跟我讲这句话 说实在的 回去隔天 我去问 我才知道 这位老和尚是谁 那真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相信 经上所讲的 这些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相信 因为信才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 这个感应 如果你用这种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不求感应 阿弥陀佛 他真的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自自然而就来了 你不用求 他就会来的 而且 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里面中风果师 所讲的内容 他有一个很深的道理 什么道理呢 从这个比喻 我们来看 你就明白了 中风果师的用心 清良业 清良业是代表什么呢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的自信 你要明白 一般我们讲 是佛性的意思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就是说 我们一切众生 这个佛性 从来不离开我们的 就算今天我们 躲在三恶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那个自信的佛性 他都在的 他不离开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那个自信 所以慧能大师不是讲吗 自信 没有 他没有 说 有去 有来 没有的 他一直都在我们内心里面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无法显出来呢 因为我们被蒙蔽了 被谁蒙蔽了 被外面的这些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 自私自立 五一六成 贪嗔痴 卖瘾 被这些蒙蔽了 所以你那个自信 无法显出来这个最大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都是很清楚 但是有时候 看不到 所以 清凉月 我们常常在经上 也是通常为我们做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如 就是婆菩萨 诸佛菩萨 那为什么为我们比喻这个呢 比如说主持大德 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 大家应该很清楚 他说什么 菩萨清凉月 由以必尽空 下面是什么呢 众生心过境 过都是污染 净之清净的 菩提引现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我们的自信 自信 自信从来都存在的 从来不离开我们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看过去中国 道家 那个道家的道场 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道家的道场 你会常常看到一对副脸 一副对脸 这一副对脸是怎么写的呢 而且这一副对脸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像什么呢 他说 清江有水 清江月 下面是什么呢 道家里面呢 我们常常看到一副对脸 万里万元 万里天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 比异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 阿弥陀佛 感应道教 那一个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信念里面 用了很多这些比异 目的就是一个 要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为了我们明了这个道理 为我们能够觉悟这个道理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有的 你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你的自信本来具有的 你的智慧本来是圆满的 你的能力本来是圆满的 现在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只有一个目标 把这个能力回复而已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师父 我念了好多年 好像这个能力都还没回复 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减轻 不要说回复你的自信 不能回复你的能力 你的烦恼有没有减轻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了 你有没有遇到逆境的时候 会起烦恼 有时候甚至会跟人家计较 发脾气 有时候会有种不高兴的那种心态 不要说别的 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 所以真的 这一句名很容易念 有时候修起来不容易 所以真正的要念佛 所以一个人 能不能往生到最后 他真的念佛 到最后能够看得出来 临终的时候 他有没有靠得住 真的 如果你真念佛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当中 那个心都是定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清凉月这一句话 如果具体而言来讲 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指什么呢 我们在座三十七年 清凉月西 有水皆寒 清凉月 这一句话 最主要的 它是为我们说明哪一件事情呢 是指谁呢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是常做三十七年吗 你看我们下个月 不是要做三十七年吗 师父 礼拜二 要到摩尔本去 做三十七年 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 清凉月西 清凉月 当你念到这一句的时候 它是指什么呢 这指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惜 这指阿弥陀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指阿弥陀佛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你 从来不离开的 所以中风果是用下面的 有水皆含水 水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众生 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这个念佛的人 能够用这个念佛这一颗心 哪一颗心呢 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肯相信 你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肯发愿 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心中 那种影子就显出来了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老实念 你相信 你真诚地去念 不怀疑 不夹杂 你一句一句地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无论十身 一身 五身 阿弥陀佛那个影子 常常都是显出来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阿弥陀佛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那个水一样 哪里有水 哪里都有什么呢 月亮的影子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那个 每天你不是要看镜子吗 镜子所显出来的 什么样的模样 随着那一个人在看镜子 你在发脾气的时候 你看看你那个镜子 是什么样的模样 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了 当你欢喜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镜子的时候 有没有 显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的 道理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误不出来这个道理的 所以那个心 用心很重要 像师父有遇到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 他有点神通 他会看得到 这些众生的 他说有一次 他看到一位女巨师 坐在那边 但是呢 这个女巨师 我显出来的那个影子 是地藏菩萨的形象 他人坐在那边 动不动 不动 坐在那边 坐下来这样 但是他的影子 显出来 他所看到的 不是那个人 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后来 这位老师 就问这位巨师 你刚才在做什么呢 他说在念地藏王菩萨 你看 确实是真的 那你今天 如果你那个坐在那边 胡思乱讲 不是真念阿弥陀佛 显出来是什么呢 妖魔鬼怪的 真的 我不骗你 上个星期 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洋人 那个学神通的 他为什么会学佛 就是因为看到 很多那些念佛的人 口中会出 念一句阿弥陀佛 会出一道光 我们呢 口中能不能念 出一道光呢 也不一定 这个就是 用水来做比喻 让我们明白 你那个心 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那个心 很关键 但是在这个地方 要为大家 先说明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如果这个水 我们所看到的 太混浊了 太混浊了 那里面所看到的 那一定很不清楚的 里面的月亮 显出来的影子 恐怕也不清楚啊 就好像以前 师父的家 养了很多那些鱼 那个鱼池啊 那个水很浊的时候啊 混浊的时候 那些鱼你能够看得清楚吗 看得到 但是看不清楚 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中风果师 在三十四念 第三十最后 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看 中风果师念得非常好 清诸 投以走水 下面是什么 走水 不得不清 下面的呢 下面是什么呢 哎呦 我们学的这种学位 为什么这样 念佛 投以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你用那种散乱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没有显出来 有 但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今天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佛呢 你那个阿弥陀佛能够显出来 功德能够显出来 那种感应才能够显出来 今天你念佛念得很散乱 感应也有影响的 所以你不求感应 自自然而就会有的 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之心 不能有清净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阿弥陀佛 众人显现出来的 在我们那个心中 可是很模糊 很模糊 很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颗心 念佛的心 只要最一点点的 最低的 多少要有一点点的清净心 一定要 而且最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低到你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不能再低了 如果两只个人还计较呢 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那念佛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 是真的很难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清净心 就算你今天一天念十万佛号 你念到最后 你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世界 为什么 心不清净 所以我们修净宗的 最主要的 要把你那个心 好好看好 照顾好 不要被这个外面的境界来干扰 来污染我们这个清净心 你能够保持这种的境界 念佛地往生西方净土的世界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最低限的 就是要保持那个清净心 所以我们念佛法门最好的 最容易的 最方便的 就是因为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法门才殊胜了 但是现在很多念佛的人 念到最后 心不淡 没有清净 越念越乱 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能怪佛菩萨 怪自己 没有好好念佛 这个不能怪主事大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念佛功夫生前 佛在经上常常为我们说出来 往生的品位 最低的是什么呢 品位就是下下品的 最下下品的 你一定要得到的 如果连这个地方 你都不能得到 你是没办法得胜净土的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 纵然我们念佛是下下品的 虽然那个心很混浊 不是很清净 但是还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但是完全还没看得到 只是很模糊 好像看到佛 但是还没全部看得到 这个感应 你就能够产生了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连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清楚了 那你怎么念佛 跟阿弥陀佛起感应呢 所以很多人 常常有问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 阿弥陀佛是大使大卑的 对啊 阿弥陀佛是大使大卑 今天我纵算 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没关系 阿弥陀佛 能够来到这里 就行了 你说这个道理是对不对呢 大家不是说 阿弥陀佛是大使大卑 我今天虽然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没关系啊 但是阿弥陀佛来就行了 你说呢 道理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 中国祖师在这个地方 常常提醒我们念佛的人 阿弥陀佛是无来无去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原本都在此地 没有去也没有来 他常常在你的心中 只是你因为你的迷惑 所以没办法把这些阿弥陀佛显出来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阿弥陀佛在一切处 一切时 无论在哪里 阿弥陀佛从来都离开我们的 没有 就在眼前 众算我们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同样也是在 在哪里呢 在你那个内心 没有离开我们 每一分每一秒 从来都不离开我们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很多人说 阿弥陀佛在哪里 阿弥陀佛在哪里 你看那个掌摩祖师 以前到这个中国的时候 梁武帝问他 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佛 掌摩祖师怎么说呢 世上没有佛 那个梁武帝听了这句话 很不高兴 明明有佛 那为什么说没有佛呢 你说 你心中都没有那句阿弥陀佛 你哪来有佛呢 佛从来都不来不去的 从来都是在我们的心中 他怎么能够有没有呢 有跟没有 是我们心在分别的 所以阿弥陀佛 以慈悲的愿力 时时处处的 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是在召唤我们的 只是我们很不听话 他天天在召唤我们 你说你看那个佛像 你就要明白 上个星期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黄金币昼夜长垂 二十四小时都在那边 从来不离开我们 是你自己的烦恼 把阿弥陀佛栽住了 没办法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 遇到很多事情 求佛感应 阿弥陀佛在哪里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从来不离开你 只要你有那个真心 真正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出来了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 比如说 为什么有人念佛能往生 有人念佛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有人念佛的时候 能够感应道教 有人念佛 为什么不能感应道教 这个原因差别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 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而且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这一边在哪里 用心不一样 你那个心念佛是用什么心呢 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 你看那个净土圣行录 他们很多念佛往生的 都不认识字 但是呢 他们常常念佛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感应 你看那个海贤老上 海贤老上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境界 看到阿弥陀佛那个境界 不止三次四次 很多次 他为什么能够有这种的感应呢 那心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到 你看你们念佛念了几年呢 几年 超过十年的 请举手 超过十年的 哎呀 棘手嘛 还不敢棘手啊 好了 五年以下的了 你看 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有没有呢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了吗 说实在的 真的 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 中风果实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念佛这个法门 这个感应真的不可适宜 只有你亲自真修真念 你才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而显出来能够感应到教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心去感应 是没有 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心去感 你就没办法 所谓众生有感 菩萨最后有印嘛 所以我们不能怪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佛不来 为什么佛不感应 说老实话 要怪怪谁 怪你自己 这个地方大家要好好反省 佛本身没有来也没有去 在一切处一切时 每一分每一秒 藏在我们众生心中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尤其是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在经上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那个红身的寺院 哪怕是这个众生 这一生造了五逆十恶 这个众生 他造业在了太重了 不敬三宝 不相信英国 毁谤三宝 造了这种无间地义的因 将来会堕在无间地义的果报 像这一类的人 只要他肯念佛 他肯回向 肯忏悔 肯改过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嫌弃他的 阿弥陀佛藏在他的心中 在等着他 你赶快醒过来 你只要能够醒过来的 阿弥陀佛就显出来了 所以你看他阿瑟瑟王 犯了五逆十恶的因 他为什么对这个法门 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因为他念佛感令了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真正发愿 求生西方解的世界 而且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品位不低 很高 什么样的因缘 让他对这个法门 有这么大的殊胜的 无比的殊胜的心愿 反应道教 可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 绝不是因为阿弥陀佛 把我们拉下来的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 从来不勉强 任何一个众生 使我们需要 用我们的真诚心 用我们的恭敬心 自己主动去感应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从来不要求我们 从来不逼我们 从来也不勉强我们 阿弥陀佛在你的眼前 主动用你的心 怎么样去感应 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哪怕是这个感应很微弱 就好像我们手机一样 这个手机到一个郊外 突然间很紧急 你要打电话 突然间这个手机 没有信号 你那个心 会不会急啊 很急啊 当你这个手机 有一点点的信号的时候 你那个心是怎么样的 很欢喜啊 哪怕是很微弱 只要有信号 只要有信号 多能够成就我们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 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比喻 我们容易懂 就算我们今天 往生 没办法达到 上上品的 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保持 那个心清净 念佛 功夫成片 最低的 你都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的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要保持 天天要保持 所以师父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遇到境界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跟我生死无关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每次 遇到境界的时候 看到我一些 有时候很烦 赶快转过来 这个跟我往生 西方极乐的世界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你干嘛放在心上 那鱼吃 我常常这样的想 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 看到人家 在讲我们不好的话 跟我念佛有关系吗 跟我往生有关系吗 没有 那我干嘛想它 事情就转过来 很容易的 刚开始真的很难 但是学人难 我们要学 真的 有时候真的 念佛起来 说容易就容易 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看到 一位老人家 人家怎么骂他 人家越骂越大声 他念佛号越大声 你真的骂他 他在一个道场 做义工 做什么义工 香机煮 煮菜的 每次看到 那个焉家对头 看到那个焉家对头 还在骂他 越炒菜 越骂 他越炒菜 越大声 所以有时候 如果有一天 你在这边做义工 做三十七年 不是要搬东西吗 你看我们金钟学会 十几年来 下来 每一次礼拜六 礼拜天 我在外面看你们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阿弥陀佛 大师大悲 赶快把这个道场建起来 要不然可怜 你看你们 你看 礼拜六 礼拜天 结束了 礼拜六搬过来 礼拜天 又搬回去 搬了多少年 将近二十年 真的不容易 说实在的 但是 这个是一种修行 你把这个椅子 当做什么 当做阿弥陀佛来搬 功德无量 对不对 你把这个椅子 当做阿弥陀佛来搬 没事 像刚才师父看到 人家搬这个拜天 明明等一下要用完了 又搬回去了 当做阿弥陀佛 抱着阿弥陀佛 没事了 真的 所以修行 很简单 只要能够用对的地方 一切境界当中 无论在境界当中 逆因 善缘 都能够变成我们的功德了 那这个修行就不得了了 就算我们今生不到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那个福报很大 真的 那个福报太大了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的心 水 能够越清净 往生的品位就越高 我们要保持这个 这个感应就越来殊胜 这个是肯定的 不用怀疑 而且最殊胜的 就是能够正得 上上品往生 那这个感应 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啊 一个人念佛的品位 高效 不是在念佛堂 去培养的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培养的 你看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在净土 圣行录里面的 在往生传里面的 真正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念佛堂 很少 一万当中 有时候找不到一两个 里面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在哪里 在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道理 所以很多人 误解我的意思 是不是说念佛在生活 所以回去 该开音乐的开音乐 该跳舞的跳舞 该喝酒的喝酒 那个不是我的意思 你要先在这边 说清楚一下 不然的话 那个师父 师父说 念佛在生活 从今天开始 不到念佛堂了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看我们的境界 看我们的上根 如果我们的上根 是下下品的 下下根的 那千万还在 念佛堂比较好了 因为我们没办法 遇到境界的时候 真的好辛苦 所以在这个 现前 修学当中 我们念这句佛号 做一个 细念法事 有没有感应呢 同样的道理 感应有多少 你要学着这个原则 你违背这个原则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法事 无论你念什么样的佛号 你那个感应 就很模糊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最后 比如 最近很多道场 还没疫情之前 现在也是 就算疫情还没结束 很多道场流行什么 做三十信念 对不对 你看我们 我们那个 血力尽忠协会 一次性就两次做的是三天 如果三天不够 要做多一天 能够做四天 是最好的 我是没办法了 真的 所以 有很多念佛的统修 也喜欢去参加 但是很可惜 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 在做这个法事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 起了什么 起了个分别性 比如 三十信念 法事好 还是其他的法事好 做三十信念好 还是放烟火好 做三十信念好 还是做蒙餐好 就在里面 是分别 甚至于有时候 会分别什么 这个主法和尚好 还是那个主法和尚好 如果这个主法和尚 来主持这个法会 一窝蜂就跑过来了 如果这个主法和尚 这个法师 来主法 不要了 那个小小的法师 没什么 我们说常常有 这种分别性 比如说 我常常有遇到 听到 我请到我们 上午下行法师 来做主法 哇 大家好开心 我来参加这个法师 听到这个法师 是写过法师 哎呀 没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 了不起的 分别性 甚至于有些信徒 做三十七年的时候 那个尾诺是谁 如果尾诺那个是 喜悟法师 我要参加 如果那个尾诺不是 喜悟法师 哎呀 他唱起来 他不累 我很累 这个分别性就出来了 你想一想 你参与这个法师 你做这个法师 你念这些阿弥陀佛的名后 能够感应吗 会有感应吗 所以不要管太多 哪个法师多好 哪个做尾诺多好 用你那个真诚心 来参与这个法位 其实呢 说实在的 这个法师好不好 这个问题不能问别人 你不能问别人 这个问题问谁 问你自己啊 所以这个法师 你能够获得多少的功德 能够获得多少的感应 你能够付出多少的诚心 你就有多大的 多少的感应 纵然这个法师 没有名哦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哦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哦 是菩萨再来的 是中风果实再来的 但是如果参与这个法会的人 来参与这个三十信念的人 没有那个真诚心 来参与这个法会 他能够获得这种的感应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 每次做三十信念的时候 前面主法和哨 立了一个法位 谁的法位 中风果实的排位 请中风果实来做法 不是我来做法的 我只是来代替而已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三十信念的法师 不是邪无法师 是三十信念的法 做法是谁 中风果实 来加持 来护持 来护念这个法师 能够让这个法师 获得功德 无量的不可适宜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比如说有一些家属 看到他的家属 往生了 往生了 他都让他的父母往生了 来到道场 请法师 来主持超度亡灵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这些家属 这些居士 他会常常讲一种习惯 什么呢 不请法师 来就好了 我给他供养 法会解释 我拿一个大红包给他 超度的事情 那个法师的事 跟我无关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那自己干什么呢 那自己在哪里呢 在外面 做什么 去风凉 讲是非 抽烟 看手机 讲话 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类的人 你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来做三十信念的 做到第一时结束 下面是什么 四五万三 三 那就走了 第一时结束就走了 第二时第三时 那个主法的事情 你想呢 甚至于有时候 你请那个外面的人 你请他来磕头一下 磕头 他有时候很不愿意 有时候磕头的时候 心不在焉 是真的 你看我在一个地方 做三十信念 这个进宗协会的会长 会长是女居士 他的先生是一个企业家 他每次做三十信念 他逼着他的先生 来做三十信念 做栽主 而且他的先生 选择计较 三十里面 哪一个是最短的 他在跟他讲 第二十 那好我就参加第二十 当时他的先生 很喜欢帮忙做一些 比方说打扫 拿一些搬东西 里面在那个搬东西 他也不愿意在里面 做三十信念 他有一天 我问他的先生 你在里面 做三十信念怎么样 哎呀 师父 我真的好痛苦 我真的太痛苦了 我在里面 我每次看到这些人 在唱法戏 送这些信 我那个头好烦恼 所以他每次做法事的时候 刚刚我们要起 这个阿弥陀典的时候 如是我闻 佛在设谓国 集数几个都 也慢慢慢慢 他就入定了 他就睡着了 等到那个栽主 迎礼 在跟大家喊 大家请起立 他再起来了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明白 一个人 如果要跟阿弥陀佛 产生的感应道教 没有别的 一定要用你的真诚心 主动去跟阿弥陀佛 去感应 阿弥陀佛动不动 都在那边的 他也不求你 也不勉强 他一直都在那边的 你要主动 跟他产生的那种感应 就好像我们 开车有没有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 你要开什么 Google make 你要开了 一直把它进去 它就接上去了 念佛也是一样 所以 清凉月息 油水皆寒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下面中风果是怎么说呢 功德远而无三不殆 这一句话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什么呢 下一次吧 下一次吧 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 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 祝大家 这个修学当中 能够获得 这个迷陀感应的加持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下个星期 先跟大家请假 因为师父那个 离星期二 要到墨尔本 去参集 这个祖法 这个三十七念 那下面的 功德远而无三不殆 我们再等下一次 来为大家说明 因为三十七念 这个内容 它里面讲得 非常的精彩 特别对我们念佛 那种关系 很帮助 所以为什么 我很喜欢 听这个三十七念 来做这个三十七念 因为中风果是的 内容的开始 都是从他的自信 那种流露出来 因为他自己有修 他真的有落实 这句名号当中 才把这句名号的功德 通通全部精彩 都在讲在 这个三十七念里面 让我们去参考资料 这个也对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将来你做三十七念 你能够随稳入观 你能够随稳入观 那那种感应 那种好处 那就不可思议了 让你能够明白 在做三十七念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从那个心 放在这个三十七念 从那个心 放在这些阿弥陀佛 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简单给大家说明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